视频开始留下你所在的城市 城市一样的就交个朋友吧 1000摄氏度钢球的威力 大家都有目共睹 将钢球加热至1000摄氏度后 就丢进玉米粒中 噼里啪啦 玉米粒炸开了 钢球成功把玉米粒制作成了爆米花 甚至是将一枚1000摄氏度的钢球 放进鸡蛋液杯子中 咕噜咕噜 鸡蛋液正在被钢球烹饪 估计等会就能吃炖蛋了 可尴尬的是 外面的杯子居然先碎了 于是老外又搞来一杯的牙膏 再次把钢球加热至1000摄氏度丢进去了 两者一接触就产生了魔性的声音 慢慢的钢球潜入了牙膏下 而牙膏也在不断的冒泡 一不做二不休 老外紧接着拿了一个金属夹 随后把加热后的钢球放上去 预热就化的金属夹 当然是逃不掉融化的结局 还觉得不够带借的老外 干脆找来一大块的果冻 把火红的钢球扔了上去 谁是这果冻也立马就脚血投降了 难道就没有谁能扛住这个千度小钢球 正当老外放弃时 他看到了水宝宝 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货了 钢球进到水宝宝里 发出了烤肉的声音 听起来十分的舒适 但有些意外的是 水宝宝没有被钢球